大家好,我是农民营养师 这里呢是一大片的这个桂花树 可是啊,它这里只有一棵是结了桂花的 桂花这个很常见 但是能够见到桂花果还是比较少见的 朋友们,你摸了你的桂花结果吗? 走,我们去看一看 大家看,这个就是桂花果 这个一串一串的,就像这个葡萄一样 挂满了枝头啊,结的挺多的 现在呢它这个黑纸色的呢已经成熟了 它没有成熟的呢是这个这种绿色的 这种绿色的,它是没有成熟的 那么桂花果呀,它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很多人对桂花比较了解 但是对桂花果啊,就不一定很了解了 今天农民营养师啊,就来摘一点它 回家啊,然后再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桂花果,它有什么养生作用 我们摘一个,摘一串的下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桂花果了 那么有的人,有的朋友就会问了 这个桂花果啊,它能不能像水果一样直接吃呢? 今天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尝一下 看看它究竟是什么味道 刚入口的时候呢,有一点甜 然后呢,就是酸的了 是吧,还带一点这个苦味 所以呢,告诉大家 这个桂花果呀,它不能当水果吃 不能直接食用 这个它的口感是很差的 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桂花果摘回去 把它晒干过后啊,可以拿来泡水 当茶来喝 每次取五到十克 直接放在这个杯子里 然后加入适量的冰糖 冲入这个废水 泡三到五分钟就可以喝了 那个喝这个反复冲泡三四三到五四 都是可以的 抓了这么多 啊,上面啊,还有很多 啊,这么多已经够泡酒了 我们就回家泡酒吧 哎,我们把这个摘回来的这个桂花果啊 把它清理干净过后啊 就找一个这样的玻璃瓶 啊,有盖子的玻璃瓶 然后把它倒进里边 加入呢,这个六十度以上的这个高度白酒啊 把它全部这个淹没掉 淹没了就可以了 盖上盖 泡上这个,呃,一个月 那么就可以用了 呃,会喝酒的人呢 呃,你可以每次来喝 呃,不要超过二十克 啊,一天吃一次 那么这个 呃,也可以拿来外用 啊,就在涂 涂擦啊,这个 呃,关节疼痛的地方 当然了,这个具体病情呢 还需要资讯当地的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运用 我是农民也是一名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呃,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 记得关注我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